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这份是什么? 明明叫它重造 谁知又是搬自过自 还要抄返之前几年交过的功课 还说年年考第一和 简直是失败中的失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网视频 没错了 最新一份施政报告 巨民被阿爷打回头 怎知零分重作之后 一样是没了道 对于市民大众最关心的托土建屋 一如既往毫无穿进 只不过是重复过去推出的措施 例如报告声称已经密得330公顷土地 可以满足长远房屋策略 未来十年大约30万1千个公营房屋单位的需求 就以听好像很厉害 但看真一点 这330公顷土地主要来自东涌田海、古洞北、粉岭北和洪水桥下村等 新发展区的农地和棕地 和多幅改划作供应房屋的用地 几乎全部都是炒冷饭 怪不得很多人都肯批港府 没有货买 企图蒙运过关 施政报告无料道就一定了 不过到底真是没有货买 还是有货 但特意收起不买呢 例如本部今年初 就动用人力物力 搜集资料 并亲自到现场航拍视察 发现港九新界其实大把地用 当中多幅可供发展的棕地 都未被纳入 亦都有团体估计 新界有大约1千公顷棕地 未纳入发展 收埋收埋为啥呢 就是为了硬推明日大鱼 明罗开道 托土建屋牢牢不通 市民不想继续做武学蝗牛 唯有将万亿储备交给政府 尽地一步 那当然啦 公道点说 整份施政报告又不在一模是处 唯一算是信应民意的 可能就只有宣布工商铺设立 正如地产界人士指出 疫情重挫本港经济 工商铺市场首当其冲 今年头三季 工下亿元以上的成交 只是录得13宗 安年大跌超过六成 中区甲级商下 上个月的空置率 更创出08年金融海啸后的新高 形势危急已经到了政府 不得不出招的地步 事实上工商铺设立 既可以吸引以往投资住宅的买家 转头工商铺物业市场 亦都可以鼓励外来企业 买入物业自用 同时有助周转不灵的业主 出售物业 减低财务压力 一石多鸟 工商铺率先切勒 下一步何时轮到住宅物业呢 林郑今天出席电台节目时 仍然死撑 说住宅物业价格下调幅度 只是较最高峰时期 低5%至6% 强调住宅物业仍然有很大的光性需求 重新有关政策不能移动 担心改动后会出现炒风 令楼价飙升 咦 看来林太怎么止 不是时尚有一般市民在身边 直接生活在另一个平衡时空 现在的现实是 别说炒风不在 好多二手业主面对疫史 唯有劈架自救 选手离场 在所不惜 可见辣椒已经完成 压益炒风的历史任务 继续下去只会起到反作用 变相锁死二手楼盘 成为业主套现 和年轻人上车的叛脚石 一句概括这份施政报告 一进难遮白丑 翻炒难握市民 最新闻调显示 施政报告评分只有27.2分 创1999年以来新低 证明这只黑猪 完全是实至名贵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啊 还是说发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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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